与云雯莎 共产党 与云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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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理出席 整理出席 有些人 坐着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 就像现在的家庭 就自己设伏 家福 都有事这样子 这一根等于是整座建筑里头最重要的 这个叫做中旗,我们台湾会叫中旗园 像这里呢,它只有在大通和二通中间架桶 那这一种师傅他就讲两通一桂,两通一桂 那如果去到孔子庙,他就会做三桂五桂 这里呢,其实他应该是两桂三桂,我刚讲错了 只是他中间那一个中旗,他没做过桂 因为设计上的关系,你如果去到有的所在就会三桂五桂 那上去这个桂跟桂中间那个就桂桶 桂桶它其实是斗弓结构的一种方块状的 那一个呢就叫做斗 我们说的斗弓就是那个 结效室我们今天去看非常精彩 但是没有志工帮忙,他就是没办法开放 那如果说我们有八到十位志工 那几小时每个礼拜六就可以开放 这个传统建筑,为什么它能够立九明星 它是有它的道理 真正为人出西亚出阳 要感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西螺广工 广工在台湾叫广福工的很多 但是这一间特别 为什么要特别 这一间是广东人跟胡建人合资盖的 那这就已经在了 竹井龙俄的象征 华盖的建筑在价值 所以县政府就给我们限定武器 你看快一百年了 这个武器帮他介绍他的武器 他把鼻子弄通 弄通哦 你再不礼貌 所以我看这样 好 这个 所以我觉得说最困难的就是 需要文化同好 有热心的志工来一起帮忙 各位啦 我们做协议一定要小心 我虽然来这里 看到很多东西 我都要去求证 刚才讲说广东人跟胡建人盖的 我也是找好几年了 我在哪里找到 在我们工德中 那是在青草之后 他就有写到说 福建人跟广东人租钱去盖这些廟 我也不相信 人家讲都会假 我故顺天公呢 他是道光十四年 古建筑艺术 我们认为是古一百八十年的建筑 可是说 你们想看 因为就是里面有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人文是包括哪三项 人文 是要文个笔画 包括文史则 文学 史学 哲学 所以说 我们想看这种东西 因为台湾这种社会 现在 要看那么久的建筑物 已经不多了 人文素养 就是里面静庙标准的里面 就是说 从右 从右边进去 从左边出了 但中间的门是神明进出的 所以说 里面上市 我们是不走中间的门这样子 他近代的特色 就是说 这是现代化的 因为民国 一准二十七人整秋的时候 才把这个 那里面上去 那是比较现代化的 我觉得说 我们这个文化推广 就是要让人感动 不会感动的文化推广 就失去了那个意义 我觉得信仰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会让人感动 同样信仰也要让人感动 不会让人感动的信仰 那就失去它的意义 是 全世界各地 它都有 一个文化区域的特色的文化之路 像大陆有四路茶马古道 日本有四国片路八十八所 西班牙有圣雅各朝圣之路 全世界都有 但是台湾目前没有 但是我觉得最有潜意的 就是香鹿青驴 我由衷的希望说 我们民间这样来推动 然后能够让香鹿青驴 普及推广出去 打造一条 中台湾文化艺术的经典路线 香鹿青驴 那香鹿它不等同于进香鹿 进香鹿是纯粹宗教的 挺的都是亭庙 是拜拜的 但是香鹿它是好像四路一样 它是文化路线 挺的是文化景点 古城老街 庙宇或小吃 农村 它是一个文化的香鹿